今天清晨5点 大部分人都还在睡觉 老共紧急宣布 2024的力剑逼的围台军演 全面登场 这件事情我们先前就跟大家预告 没想到真来了 而且这次来是完全没有给出结束的时间 而且标注围台的六块区域 比过去任何一次的军演 都更迫近你 都更逼近你 逼到你的家门口 这就是传说中的蟒蛇战法 要绞杀要开始对你失利的吗 好 俊阳哥 暴行的观众朋友 就是今天联合力剑2024B 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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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军演游过来 我看你怎么笑出来 不是因为上礼拜 我跟俊阳哥已经有讲到 记不记得 有美国的高层官员 接受Bloomber的专访 还有我们的官司讲说 会有一个联合力剑2024B 因为友谊就有二 无三不成立 首先因为这个联合力剑B 联合力剑2024的B 第二次的演习 其实国安单位上礼拜有掌握 所以今天在突然一大扫 中国的解放军宣布 今天开始 这个2024的联合力剑B的演习 要开始之后 立刻总统就召开国安高层会议 国安会的秘书长 国防部长 相关的人员 外交部长都一起到 然后呢 开了这个会议以后 内容并没有对外细说 有时候他会发个信用稿 我们再看 今天晚一点 会不会有一个说明 但重点就是在于 这个联合力剑的演习 他要干什么 他要把这个海空 将台湾扛起来 汤口同样 整个造起来 就像我们被封牌一样 如果你有看那个电影 对不对 我们现在大家休息了 拿一个造线 把它造起来 所以海跟空 通通东西进不来 除非一根头发在那边捞 所以都不能进来了 所以呢 包含呢 你看要注意哦 军翔哥 它的整个点 因为这个图比较小 观众朋友 它里面把我们的 基隆台北 台中 高雄 台东 花莲 他都要把它点出来哦 他不是没有点哦 除了军援的区以外 那为什么会有两张 观众朋友 这张是这一次的 就是2024B 他告诉你六个区域 有没有 这里有好几个区域 这个海域 他会有这个火箭试射 所以呢 火箭炮试射 你不要靠近 第二个 因为先前 今年五月不是有一次吗 对 还有一个是两年前 裴若曦 2022年的 八月来台中 这也是好几块 那一次还打导弹 直接从这个军区这边 打了导弹 经过台北的上空 打在这里有没有 就是这个路线 所以呢 联合三次 蓝色 橘色跟红色 来军大哥 我今天就拿这个画起来了 所以是把台湾整个包起来了 全部包起来了 所以这就是联合力箭 现在到B 然后呢 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海域 通通船只不得靠近 空域所有的飞行器呢 受到影响 这就是它的联合力箭B的 最重要的目的 好 今天伟害 带我们来看到这场军演 看门道 为什么看门道 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 红色的是今天 清晨五点的这一场 黄色蓝色是过去两次 你会发现它越锁越紧 越锁越紧了 因为它越锁越紧 也就代表说 我们越来越出去 所以呢 所有的这个 不管海空的所有的 这些航运跟空运 都可能受到影响 上次裴洛西的时候 Gian哥你记不记得 空运有受到一两天的影响 后来结束以后才又开放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呢 它并没有给 结束日期是个重点 它并没有跟你讲说 好 像523到525两天三天 这次就10月14今天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 那因为解放军的动作很大 所以呢 它在网络上面开的直播 它说这个叫惩治台独 同时线上呢 央视的网络直播 有200万人在看啊 除了这个海军跟空军 航空母舰两艘同时出动之外呢 它连海警船的巡逻 也都加剧 你看海警船 也像绕了台湾 整圈的海警船 那海警船 基本上是对渔船的 不是对军舰的 可是大陆的海警船 又特别大 它有武装耶 它的海警船 其实基本上是军舰改的 所以当海警跟海军 跟空军 跟他们的火箭部队 跟炮队 通通都已经出动的时候 这个联合力舰演习 其实就是要锁定 将台湾绕一圈 而且它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从裴若西到今年5月 到现在10月 就是要把台湾层层包围 那怎么办 我们就只能够想办法了 现在目前我们的海军单位 也已经公布说 确实都看到了 大陆的这个相关船只 都在肉眼可视的范围 出现在台湾的周边海域 然后你要知道 这个大陆的海警船 我刚刚讲海警 我还不跟你讲海军 海军还有登陆艇 海警而已 因为大陆海警的船非常大 两九栋要12000吨的 是最大的海警船 它也出动 就在我们台湾的周边 海域就停住 真是怪兽 这么大的海警船 那我跟大家讲 海警船这么大 就要在那边 我先讲第一个 我们渔民怎么经过去捕鱼 他可能没办法经过 到时候被驱赶 被射水 就怎么办 第二个 当你住在那边的时候 我们的渔船没有办法动 接下来连我们的商船 还有相关的补给船 都可能出问题 最重要一点 居然跟我们讲过很多次 就是国安问题 这必须要政府严肃面对 当我们50%都是靠天然气的时候 LNG船怎么靠近 就会是个问题 当你周边的海域都被封锁 船如果进不来 或者是他不敢进来 或者他不想进来 那就会造成我们台湾 后续的补给困难 为什么会说 今天清晨五点的 这个没有终点的 这一场军演 非比寻常 因为从一开始 三军未动 文宣先行 非常对台湾针对性 而且极为就是要把你框起来 要锁死你 他就是蟒蛇了 我们要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 那现在目前我刚刚讲 是从地球上去看 现在我直接告诉你 解放军他的军区的影片 他也直接就 也比较不演的 因为他的方向 跟他的整个策略非常明显 整个代弹 那军将哥 你看这个整个代弹的弹 他里面的弹 他不是写 弹是这样写 对不对 他不是这样写 他是把他直接变成一个台湾 红色的 把你包起来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整个的军演就是 海空通通封锁台湾 整个代弹 这样台湾整个都包住 让你不行 那美国的这个相关的专家 还有我们的唐华都想说什么 他是蟒蛇战处 什么叫蟒蛇 我现在靠近这样的 我可以把你收起来 所以你没办法呼吸 你没办法动以后 久了你就被我憋死了 台湾是个海岛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运搏 我们不能出去的话 我们会被憋死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要靠 其他的国家 美日的持援 跟国际的势力 以及我们自己的能力突破 所以第一个是把你包起来 第二个呢 是包起来之后 里面的出不来 外面的进不去 所以你就要知道了 现在目前解放军 都是全时代战 随时能战 那他面对的不只是台湾 还有什么 他出动两艘航空母舰 台湾跟中的道路 中间有个台湾海峡 北边有宫古岛海域 南边有巴士海峡 所以两艘航空母舰 给你拼 就两个口直接把你掐住 所以航空母舰的出现 是要干嘛呢 是要防止美军 如果真的要来持援的话 我就在两个爱口给你挡住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目前以前都讲说 面对台湾西安就好了 东边有花莲的加山基地 有台东的制航基地 打不到那边 早就已经战略改变了 因为当中国大陆 有出现航空母舰 现在已经三艘的中央车的时候 他的航空母舰会是个据点 他在这个航空母舰 还可以起飞战机 所以从东边来的敌人也好 或是说敌对势力也好 就会出现了 所以当他出动了两艘的航空母舰 直接从这个海南的三亚 已经看到了 他们都在待命了 他的军演整个拉过来 我不知道会有几天 这一次就会看到说 现在目前我们要面对的 不只是台湾海峡被包围 甚至他的企图是要连国际势力 要驰援台湾 他都要给全部切断 你看两艘航空母舰 哇 俊大哥 这个在这个 这是海南的三亚所拍到的 南舰他们两个同框 因为他们的母港不一样 三亚有母港 还有在山东也有母港 它全部集中在一起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看到对方有 对岸有整个待旦的 这个新战影片 我们也有 坚定守护 那当然了 这两天我看到很多人 都讲在路上 尤其是今天 你可能都看到军车在跑的 我同学刚刚传给我 怎么台北市民权东路 宋子部也有 现在国军的态度就是 该调动部队 该移动装备就移动 也不会特别选在晚上12点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让 战时跟平时要做好备战 这两个字非常关键 备战 国军拿什么备战 我们的军纪 我们的士气都准备好了 都气势如虹了吗 从刚刚讲到这里 现在最大差点就是这一点 结果你一翻开来 如果不是看到这个 联合力舰2024B的演练 今天可能最重要的军事新闻 是这个 是居然我们的国军 去唱KTV以后 泄斗 对不对 空军跟陆军 跟海军陆战队 唱歌唱一唱以后 拿到出来一桶 还把人同死一死三伤 所以军纪废尺 就四个字 队要团结 可是你队内 你必须要军纪要严整 我们的国军是出什么问题 跑去喝酒 唱KTV还拿到出来乱统 这就是目前军纪 废尺的一个证明 必须要改变这个状况 这是国防部长 顾立雄 他的责任 好 廷辉 我们知道 全球有高达九成的 高阶晶片 AI晶片从台湾出口 国外是做不出来的 现在他是为而不打 会不会担心 比他真的船间炮力 更去杀伤力 那台湾怎么办 对 这之前来讲的话 我们的海军司令就讲过 唐华就讲什么 就是叫蟒蛇战略 什么叫蟒蛇战略 就是把你层层的围起来的时候 不让你进出口 那这种概念就是等于说 对我们来进行经济封锁 或者是军事上的封锁 所以现在你看到 他做一件事情 那个2901这一艘怪物 就是所谓的中国海警的2901 它现在出现在我们的台海的东 台湾的东部 那台湾的东部这个地方 你再看 它是用一个逆时针的方式 在悬绕着台湾 那北边摆了一个3000吨级的 南边也摆了一个3000吨级的 台海摆了1000吨级的 这说明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要阻挠 所有各国介入台海事务的 各国警戒 或者是各国的救援的团队 到这个台湾的附近海域来 所以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它一方面配合文攻武后 一方面在做所谓的经济封锁 另外在做所谓的军事封锁 然后背后这个海警 背后就是中国解放军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 从城包围的概念 就像包青菜战略 然后现在用一个蟒蛇战略 把台湾层层围住 目的其实并不是要打台湾 目的在干嘛 在骚扰我们的民心 让我们的民心崩溃 然后让我们的内部来讲的话 产生一种不团结 其实共军它常常用的手段 就是让你不团结 然后军心大乱之后 自己自乱阵脚 然后这时候你自己内部来讲的话 就会有检讨的力量 这种检讨力量来讲的话 就使得执政党 它被逼迫了做某件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说 其实共军它常常采用这种 做法的目的它并不是真的要打台湾 目的就在威着台湾 目的在吓唬台湾 让台湾军心换灭 你刚刚讲到了一个重点 他围你 他不打你 他要你乱 可没想到我们执政党 乱他也跟着嗨起来 你看到从黑熊学院的小柏阳 到曹新成 接连在今天你听到的发言 他们很嗨 对 主要原因是台办认证他 认证他是所谓的 类似像台独分子一样 或是在台湾来讲 他们是反分裂国家法 或是什么样的法律 所要抓捕的对象 这个对他们来讲 是一种荣誉标章 你知道吗 他反倒不是说 对他们来讲产生影响 因为这些人 基本上他们也不可能 到中国大陆去 今天这个没有终点的演习 大家不要看见到 股市反应好像很冷淡 没在怕你 问题是 你看一件事情 辽宁号 辽宁号牢牢早9月 就已经来到我们花莲的东南方 在那边演练什么 舰载机的起降 而且那个起降的数目 已经逼近实战了 我们真的可以这样 嘻嘻哈哈 看这场军演吗 对这件事情 其实刚好石破茂 正在选举他的首相的时候 你上次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日本非常关注说 辽宁号怎么跑到这边 花莲跟余拉国岛的 那个附近海域当中 在那边进行演习 其实日本非常关注这个事情 是台湾感觉好像没事情的样子 日本会议社长 这个不就在做一个 主却的概念 什么叫主却的概念 阻止美国日本来干涉台海事务 所以我要关门放狗 到时候台海有事 美国日本根本无从介入 是啊 他目的就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刚刚我提到 2901这个中国海警的怪物 他是1.2万顿 他为什么守在花莲东部海域 他为什么不拍在台海 因为他目的就是要让外国不进入 不干涉台海事务 他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袁先生你怎么看今天 清晨5点宣布启动了这场军演 我接下来我就要看 那个赖政府要怎么回应这件事情 因为这一次的军演跟过去 很不太一样 就是他要出动一个怪兽级的 万顿级的海警船 要来还台 那为什么 大部分的海警船都是大概两三千顿 为什么要出动万顿 万顿他当初建造起来 就是为了要来做碰撞 为什么 就来碰撞 然后造成一些灰色作战地带 制造一些小冲突 所以你看看他现在怎么对付菲律宾 以后就有可能发生在台湾海峡 这几天就有可能发生 如果说他还台的时候 碰撞了我们的海警船 今天早上 他们大陆也出动海警船 到马祖那边 我们海巡也去驱离 那如果说他现在是万顿级的 他还碰撞你呢 那这个后面的这些后果 我们的海巡 有没有做好阴影的准备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他们还台的时候 如果登我们的船检查呢 大家不要觉得不可能 之前发生过 我们就有观光船 被他们的海警登船检查 在金门 在金门 结果我们海巡署的 我们海委会主委 管碧玲怎么说 他说你就跑就好了啊 以后遇到都跑 跑得掉吗 所以代表说 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做好准备 所以我觉得 政府的因应做法 你第一个你要先让人家知道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上一次 因为这一次是环台 利剑 联合利剑B 那A也是今年发生 可是上一次只有 为那个外岛 没有本岛 那我记得上一次为本岛 是在裴洛西来台湾 之后为本岛 可是各位 大家记不记得 当时我们政府没有任何因应措施 第一个 他告诉我们说 有环台地方你不要出港 你出港有危险 他叫我们不要出港 但他拿不出保护我们的方法 第二个是 后来有 中共有飞弹 经过我们的 不管是上空也好 领空也好 他是隐秘这个消息的 后来是被日本揭露之后 才被迫承认 那当然后来他会讲说 因为那是经过我们上空 跟我们无关 可是我要跟各位讲 这个礼拜 上礼拜二 我资讯 卓中泰 刚好质询他之前没几分钟 中共宣布就说 他们一个西安的卫星中心 要发射一个火箭 那个也是要飞越我们的上空 结果国防部马上就通知了 所以你每次通知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然后更好笑的是 我在质询卓中泰 我问他 那政府对于联合立件 掌握多少 如何隐隐 结果卓中泰讲说 我们都有掌握 然后我们也呼吁对岸 不要做出这种军事威胁 我就问他说 你在立法院呼吁有用吗 然后他说没有用 我说对啊 就没有用 所以你要讲出你的具体的做法出来嘛 然后现在两岸的 这个紧张气势升高 又说要搞民兵 40万民兵 40万民兵最近在 立法院也是最热门的话题 大家都搞不清楚 这40万民兵要干嘛 那个总统府的任性委员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要支援军事行动 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支援军事作战 内政部刘世邦部长讲说 没有啦 这就是一般的防灾啦 然后有立委问他说 那40万民兵怎么组成 他说到时候会把什么黑熊学院啊 慈记啊都纳进来 那听说傻眼耶 因为慈记一般就是最强调不杀生 要世界和平 要无灾无难的 结果你到时候战争的时候 你就要上场去支援 所以这几件事情 就让大家看得出来就是 政府其实并没有针对 未来可能战争风险 或者是两岸冲突的后果 做出一个全盘的阴影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紧张跟担心的地方 好 杨敏 你怎么看今天清晨五点的这一个演习 他没有ending的时间 他没有deadline耶 你看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观察 但是其实从台湾 我们各界的反应 有一种叫麻痹感 什么叫麻痹感 就是你演你的ABC 我唱我的dore mi 他为人不怕耶 你知道以前有一个这个 这个隔江游唱后庭花那种 那即便兵凶战危 明明每天就有共军来扰台了 说实在我们也就习惯了 你有没有这个军演 好像已经已经这个习以为常 那其实这个到底是好事还坏事 这个很难说 但是我们拿当年1995年飞弹危机 那个时候我们台股 跌掉了17.39%的这个台股指数啊 等于说当年对于军演 我们整个国家是会陷入一个混乱 可是现在包括从裴洛西 到今年的2024的A 到现在的2024B 整个军演的范围 或说整个的其实是比过去 有过之为无不及哦 但是民众的反应确实是比较冷淡的 当然我觉得关键就在于说 因为你每一次这样的概念 比如说有飞弹越过了 这个有这个什么航空母舰 到我们的太平洋东岸了等等的 可是我们的人民没有一毛 那个叫毫发未伤啊 所以这个确实是如刚刚这个 林老师说的是威责的效果 可是这个效果要到什么程度 才有可能达到对岸要的目标 我想这个其实我们也不想看到了 如果真的达到那个效果的时候 我们真的这个国家可能会害怕 会混乱 今天投资人是没在怕 但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轻 为什么 接下来马老师要来告诉我们 今天的历剑军演跟以往最大的不同 他居然没有给出结束的时间 而且标注环台的六块区域 比过去几次都更往台湾勒紧脖子 这就是传说中的蟒蛇战术吗 透过捆绑 透过绞杀 开始用力地对你施力了吗 我是全台湾在本节目 一再说最多次预告 老共要大型军演 而且这次军演会跟以前不一样 来了 但台湾人胆气太足了 这不就来了吗 今天股票还可以上涨 是 全世界都受到惊吓 对 就台湾人稳如泰沙 最勇敢 好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这次的军演跟以前大不一样 哪里不同 我分为九点跟大家慢慢讲 是 第一点 居然解放军是在早上五点两 五点两分三十八秒的时候 宣布军演的 我还在睡觉 这是个突袭式的概念 从来没有一个军演 国防部的发言人说我们要军演的 是在凌晨五点宣布的 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 他就是用突击式的 这个突然之间 我告诉你 军演都要预告的 为什么 船要避开 飞机要避开 对不起 我早上五点宣布 我就立即开始军演 而且已经 我在讲 今天已经 共舰 越过台湾海峡中线了 已经越过中线了 已经第一天 从来没有 第一天热身嘛 对 暖身 喊叫一下 他今天已经越过海峡中线 好 好 这第一点 第二点 老共第一次正式宣布 我们是军演 海军 陆军 空军 火箭军 每一年都这样 每一场都这样 但是从来没宣布过 我四军 全军动员 投入 第三个 他第一次宣布 我这次演习的范围 他讲了四个地方 台湾北部 台湾东部 台湾南部 怎么没讲到台湾西部呢 他说台湾海峡全线来展开军演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一次是四面埋伏 等等 过去有几块的 那个扫龙八十天 在你周边 五个区域 六个区域 就算是台湾海峡 也是分区域的 现在是全线 全线 而且你刚刚讲 六个 刚刚讲六个块块 对不对 不对的 真正是九个块块 六个块针对台湾本岛 另外三个块针对外岛 是 这也是第一次老共军演 把外岛明确地列入演习范围 好 第四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老共居然宣布了 他这次演习的四大目标 各位观众一定要仔细听 第一个 海空战备警循 注意听 我等下还会再讲这个 第一次把海警队拉进来 这什么意义 特殊意义 第二个 要港要域封控 各位更严重了 第一次把封锁台湾演习 把港口跟重要区域的封锁台湾演习 这么赤裸裸的列为目标 第三个 对海对陆打击 注意哦 以前是对海 这次把对陆打击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看 他有没有演练 登陆夺岛 这太重要了 不然他怎么对陆呢 好 第四个 夺取中和治权 就拿下台湾的概念了 也不是 夺取中和治权有两个解读方式 一个是控制陆地 那就要攻打台湾了 第二个 控制海权 全面封锁 我让你出不去也进不来 让你出不去也进不来 你看 围岛 好 这个呢 然后这是第五个 从来没见过老贡 以前有没有演习过 演习过 刚才演习过啊 演习过好多次 对 这一次的文宣 是前所未见 老贡就卯足了权力去 第一个 各位看 整个代弹里面 注意哦 这个弹字 是一个红色台湾 是 把台湾围到里面 注意看 这是老贡之子做的 整个弹 有潜艇 是 有这个军舰 火箭发射车 是 歼20 歼10跟歼20 好 还看到 刚看到什么 轰6K 看到没有 轰6K 他几乎把他所有的武器 东风飞弹 他几乎 东风 他把他所有的武器 在这个整个弹弹的影片里面 全部放出来 而且 这个整个代弹 红6K 整个代弹 居然 把 各位看这个弹字 一定要仔细看这一次 把个台湾 圈到里面 这是以前演习 我从来没见过 然后还没完 今天 啪啪啪啪 四张海报贴出来 导播一定来看 老贡精心做了四张海报 就这四张海报 第一个是 头枕波涛 第二个是 直戈杖剑 第三个是 以待长空 第四个是 撤弹莫马 好 各位 这四个海报 重点在哪里 枕 戈 弹 长头 诗啊 长头 诗 好 这一次 文宣是空前的盛大 当然 我觉得 我们的国安单位 跟国防部 已经 预判到 他要演习了 我们今天早上八点 拍一下 我们的文宣影片也出来 这绝对不是临时做的 这早就事先做好了 这国庆日之前 国安单位不是已经说 他们会有这场演习了 对 所以我们的 他叫整个代弹 是 我们叫 坚定守护 是 好 我们的坚定守护 文宣 立即在八点钟的时候 也出来 八下就出来了 不过我也有点遗憾 我们的收视率 没有这么高 台湾人啊 你要看啊 给我们国防部 做这么好的 这么好的一个文宣影片 你要去点阅 要去看 给国军去加油 打气 这段影片里面 有什么重要的看点 很简单 第一个 一模一样 就是我们能够 对抗老共的武器 都在里面 第二个 他喊话 喊话分别两个办 第一个 我们自己 要坚定不移 团结在一起 然后 严正以待 是他四个字的主题 好 那在这个影片里面 最重要一个重点 在这个 居然首度曝光 老共 这是老共的 洞拐武的两栖剑 被我们完整监控 洞拐武 那几乎是小型航母 洞拐武 是 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 最大的这个 突击登陆舰 那几乎是小型航母概念 但影片里面 啪给你看 我看你看得清清楚楚 看门道 老师今天要来告诉我们 刚刚都是文宣战 一步一步看进去 环台军演 这个环台两个字 后面有多凶险 有人形容 他比船间炮力的打击面 更广更深 那我告诉各位 我还有后面七八九点没讲 是 七八九点重点在哪里 封锁台湾 会不会成为真的 就看七八点 第一个各位 这一次跟以前军演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更逼近台湾 是 更接近台湾 更打破中线 所以他本来的圈圈围着大 现在往里面说了 对往里面说吧 你看为什么他第一天就走过海峡中线 他以前这个蓝的 还没过海峡中线 这两个红的过海峡中线 红色是这一次 第一次把海峡中线 列到这个演习区域里面 一脚踩进来了 一脚踩进来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蟒蛇 蟒蛇刚转连的时候 越转越紧 越转越紧 蟒蛇车连 最后就脚伤你了 好 这第六点 所以他围你 就是要封锁你 第二个 各位更重要 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第一次海警部队全面出动 各位看 一个编队 两个编队 三个编队 四个编队 海警什么了不起吗 老师 海警 他又不是第一线的海军舰 他不是作战的 他是管控的 海警部队 对菲律宾的时候 他就是他管控 他登陆 假如你登陆成功之后 海警上去 他要封锁的时候 更需要海警 因为海警是小船 对 他封锁的时候 他去碰撞你 我问你 在菲律宾的时候 他在封锁菲律宾岛的时候 不让他救援 用海警 用海警 对 海警是有经验的 是 他四个海警 全部是用封锁的 好 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讲 最重要来了 所有的演习都会有预告 我10月14号开始演习 对 我哪一天结束 对 让你的民航的船啊 飞机啊 好预备 是 老共这一次 第一次 没有讲我演习到什么 哪有这样的 没有 要怎么样配合呢 意思就是说 实战了 不是 我就一直演习下去 我就封锁了 我就一直演习 一直演习 一直围你 一直围你 围到等于是封锁 但我没有说封锁 我就是演习 没有结束的一天 好 来 然后我们国防部居然在宣布 昨天 这才今天动力的消息 辽宁号航空母舰 昨天通过巴士海峡 进入台湾东部 他早就进来了 我告诉各位 多诡异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辽宁号的航机图 大家一定要看 这图怎么看 他9月18号 对 从这里来 从北方向 经过台湾东部 是 花莲 东部花莲 注意看 他在台湾的东南方 是 一直绕一绕一绕 一直绕 看到没有这个线 他那边一直这样打转 打转 一直到10月1号 是 你知道他在这里 最重要的一点 你知道他海上飞机 他在演练起界多少架次 几架次 630架 舰载机 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是 630架次 是暂时才会发生的事情 暂时 是 因为他要一直起家 一直讲 那大家问 马老师他在这边干什么 我告诉各位 关岛在这里 打仗的时候 他在演练 美军来辞员的时候 他是要阻断 好 然后更绝对一件事情 10月1号之后 他就失去消息了 是 他实际上他到哪里 他回到他的三亚港口去了 那也是合理的 回到母港整备 各位看 10月8号 是 卫星图 10月8号卫星图 这个是辽宁号 对 这个是山东号 天哪 双航母 双航母 都就回航了 这是历史画面 对 历史画面 好 代表说辽宁号在外面 绕了很久 演练了630架次以后 他回到母港去了 对 结果一个航空母舰 在外面玩 可以回去 整备要很长很长时间 那好歹是好几个月吧 各位 昨天 昨天 居然我们国防部发觉到 他就要又出发了 又出发了 现在在这个位置 在台湾东部 这个有点离谱 你最后一次被拍到 是10月1号 对 10月8号你还在山亚 对 你休息不到半个月 休息整补 还不到 立即就出动 而且配合这次演习 我告诉你 我问所有观众 老公要封锁台湾东部 要靠什么东西 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 对 所以他现在真的出动了 出动以后 他主要是要在东部 封锁台湾东部 所以各位观众 你听到我讲就知道了 我一再告诉你 这次演习 非比寻常 没有一个期限 没有一个递烂的演习 对啊 对 而且做出了很多 以前没发生的事情 我们希望两岸和平 但是也要做好 各式各样的准备 拆良团体发起 罢免谢国良的拆良行动 宣告失败 这是一场 李又昌跟谢国良 政绩的对决 拆良失败之后 外界现在把焦点 转向了林又昌 他是有多想选 2026的新北市长呢 而这一次 任务失败 是不是也象征着 2026他的新北市长门票 GG了呢 我们再次要怎么看 你要看到霸凉的 所谓的详细的票数 因为呢 好几个月前 其实我看到民调的时候 我就已经再三强调 霸凉绝对不会成功 但是赢多赢少 输多输少 这个反正才是关键点 但你今天看到8万6千票 你会讲说 哇 谢国良 找到很迷 哥你要知道 谢国良曾经拿到的选票 是大概9万多票 所以8万6千票来讲 以罢免来讲 得票率非常非常高了 已经是全体总动员把 能够动的组织跟装脚 跟系统 全部都吹出来 所以得到这个结果 不意外 很多人看这一场 拆良的行动 是一个二元 二分法 这一次谢国良 保住了他的市长大位 谢国良的成功 另外一个反面是 林佑昌的失败啊 对 所以我刚才讲了 这不是罢良团体书 也不是谢国良 但绝对是一个人的失败 是谁 就是林佑昌 就讲白了 从头到尾 为什么会这样罢免运动 不就是你林佑昌搞出来了吗 你林佑昌说大日 说Net 说东岸商场有问题 说违法 说基隆市政府如何如何 结果不管是司法 验证说 就是你林佑昌违法在先 就是你林佑昌跟Net 是强占 所以呢反而派你输了嘛 第二件事情 选民有没有站在你这边 也没有 因为即便选民有6万9千票出来 但还是谢国良占多数获胜了嘛 那大家会问一个问题 你人怎么带人 你要有办法带回去 你林佑昌把人带出来 就拍拍利谷 后面说不框我的事 慢慢淡出 然后现在丢一句说 没有谁胜谁负 有 就你输了 那我就问 之后民进党是不是还跟他讲说 哇呀我们要大罢免朝啊 还跟他讲说我们要罢立委啊 结果你光摊投保 你光是扫钱赞 就已经输得一塌糊涂 你林佑昌作为一个秘书长 什么承论都不用付 做一个基隆前市长 什么承论都不用付 你以为司法不会找上你吗 好 这个罢良行动 票开出来了 才是进入深水区的开始 为什么 我们今天晚上就从林佑昌来看起 林佑昌输掉了罢良行动 是不是也输掉了他的2026新北市长的门票呢 当然为什么 因为以前苏贞昌就被人家笑说 哎呀 还可以 庙头前 拔八 拔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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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八七点 是 对不对 也在神明面前发誓过就不是哦 苏贞昌如果说是三输的话 不好意思 你林佑昌 真的可以阶层他的一波了 也叫三输 为什么 因为你市长交棒 有赢吗 立委夫选 有赢吗 罢免 有赢吗 三场战役都输 那我就请问你 苏乔就问一句话很简单 你要如何赢回新北市 你连自己的谢国良 自己我们讲基隆 你都搞不定了 你还想选新北市 而且民进党秘书长这个职位是干嘛的 秘书长是作为选举选对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那时候他担任秘书长的时候 很多人说你不能求人间裁判 你不能选我们讲的新北市长 这个理由很简单啊 所以你想想看 现在最弃林佑昌的是谁 不是蓝白 民进党的人嘛 你就去林佑昌搞死我们嘛 搞一个罢免就搞我们输了 我们本来还想说要去找立委算账的 结果你现在完全不负任何政治责任 切割给民团 切割给民间 你少来这一套 从头到尾这个霸脸的败帐就要你来吞啊 所以他吞下这个败帐 还有2026吗 哦他有多想选 就在昨天开票投票的这个过程 前一天 哎他到新北来拜票 多希望2026还有他的名字 烂摊子不熟 丢在家里面 都是在让别人去处理 结果自己去外面干嘛 做生意 就说哎呀我们不管了 我翻篇了 我要去选新北市长 我跟侯友宜好棒棒啊 他坐在一起 不是啊你要不要先问过苏巧慧 为什么 因为就在这天隔天 马上李四川也来了 你赢得过李四川吗 苏巧慧来了 你赢得过苏巧慧吗 所有比他在民调上更强势的人选 他唯一一个叫刘和兰 我跟讲刘和兰没希望啦 想都不要想了啦 那没狡猾的啦 就是李四川或者苏巧慧嘛 现在最有一面的 当然因为民进党中央他有他的氛围 也就是说在人选的责对上 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机制出炉 很有可能林又昌还是会出现 但是你仔细看哦 刘和兰他跟我们讲李四川讲说什么 啊我们关系非常亲近啦 我跟你讲亲近归亲近啦 但是他会不会当 聘你当副市长 我都很怀疑 因为最重要的 现在李四川就是一面现在最大的嘛 不论你喜欢与否 李四川是一面最大的嘛 在民进党里面 一面最大的叫苏巧慧嘛 但是民进党不一定会派苏巧慧 因为苏巧慧也好 林又昌也好 能不能赢过李四川 这都还打上一个问号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哦 我们不知道谁会出来 林又昌会不会出来不知道 苏巧慧会不会出来不知道 我知道有谁最有可能出来 李四川 所以我们先对他打好了 对我怕 先打他 所以包括大巨蛋现在在讨论说 哎呀草皮被压坏啦 是不是我们讲的李四川 这个没有尽到责任 因为他现在是台北市副市长 只剩你就要有包袱 另外对于金华城没提供 很多人讲说没提供 是不是代表北市府没有担当 没有出席 因为你仔细听李四川的讲法 他说哎呀没有办法 按照现行的机制 我们没有办法提供啊 法律没有办法提供 法院说我们没有办法提供啊 所以我真的做不到 我在这边还是奉劝你去给李四川 同时 如果你要担任一个首长 如果你想要选新北市长 你就得要有承担的勇气 而这个承担 不管是对不管是错不管是红利 又或者是一个包袱烫丑三玉 做一个首长都必须要勇于认识 霸梁失败 杨明 所以很多人今天都在讨论 2026新北市长的门票 林又昌是不是无望了 如果民进党不是林又昌 那是谁出马角度 李四川哥那个 我们要先离清一件事情 林又昌本来就没有这张门票 从头到尾没有他 只是现在他连资格都没有 连领票资格都没有很难 第一个之前大概几个月前 这个各家媒体有些有作为 这个新北市的一些绿营的民调 是 林又昌本来就垫底 本来就垫底啊 那我只能说那时候郑文燦最高 再来苏巧慧 林又昌是他落后 他们两个是有一段距离的 那在这一次的基隆的罢免里面 你会发现所有民进党多数的党工职 他没有太近距离的参与 多半有保持距离 可是林又昌是不断的发文 不断的攻击 甚至他的家人 不断的去担任所谓的攻击手的角色 那他在基隆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他是前市长啊 他在基隆待了八年 结果呢民进党这次罢免结束之后 说了一句话 他说基隆结构蓝大于绿 这就是对林又昌的否定嘛 林又昌2018年连任的时候 拿了超过十万票啊 这次为什么 你干了八年结果还是蓝大于绿 你们现在讲说这个2022 谢国梁拿十万票 现在剩下八万票 那你们呢 对不对 林又昌如果你拿十万票 出来个八成 谢国梁现在可能揣了一旦啊 没有耶 出来只有七成不到耶 所以我只能说 对林又昌来讲 这一场的罢免 当然他现在很吉利的撇清 跟他无关 他没有要上这班车 他强调没有胜败的问题 问题都在谢国梁 但是我必须讲 政治很现实 林又昌当你连自己的地盘 你都没有办法主导 一个旋风 一个所谓的 让谢国梁难堪的一个局面 对林又昌就会很伤 那我问你 赖清德最后只剩下 苏巧惠可以选了吗 应该这样讲 因为刚刚也讲了嘛 三个里面郑文燦没有了 剩下一个苏巧惠 林又昌民调本来就比较低 所以呢 除非有一个人 他的民调 或他在新北的支持度 能够凌驾苏巧惠 否则2026 看起来是定于一尊 苏巧惠的几率非常高 原子你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 今天在神明面前 2026的那个蓝绿 博弈的烟香味 神明都知道啊 你观察到什么 我第一个 我觉得真的是很重 为什么 坦白说 下一次市长选举 还有两年多 它是2026年年底的事情 现在才202410月 可是双方就较劲非常的明显 那个街云市的活动 其实是两天的 所以连续两天都有重要 想要选新北市长的人来 第一天是林又昌 然后苏巧惠也有来 可是他们非常巧妙的 苏巧惠在林又昌来之前 先闪了 所以两个人亡不见亡 留下了张鸿路 就是这个跟苏巧惠同一个派系的 去骂林又昌 然后张鸿路第一天 当场跟记者讲说 我们不欢迎空降的人 来选新北市长 那请问一下谁是空降的 总不是说新苏巧惠吧 当然是林又昌啊 苏季不爽啦 对苏季不爽 不过我是觉得 他应该还是会努力看看啦 一来是因为我刚刚讲的时间还久 二来是 昨天晚上到今天 我看到非常多的民进党的人 在帮林又昌洗白 再来就是我觉得赖清德 其实还是有默许他啦 因为他是秘书长 那赖清德是主席 如果说没有主席默许的话 怎么可以容许秘书长 每天跑来我们新北 他跑我们新北 跑非常勤 大庙小庙啊 都一直到处跑 然后他的理由是说 他代替主席来送扁 那很奇怪 全台湾那么多 其他县市也有庙 你为什么不去送扁 你每天都来我们新北市送扁 所以我是觉得 他唯一一张牌就是赖总统相挺 但我不知道说 他昨天失败之后 赖总统会不会对他的 这个信任度打折扣 如果有的话 他就会 他就GG了 但是我认为 以林又昌昨天这种态度 他还是会拼拼看 那相较在街云市 就是我昨天去的时候 苏小慧又再来了 没有林又昌 他又再跑了一趟来 然后这次就待了比较久了 然后反而他跟 他跟刘和兰 跟李四川 我们的未来的潜在的候选 感情还比较好 还一直聊天 所以我的感觉 我认为民进党其实 还是会有烟消灭 他们还是会竞选一段期间 没有这么快定案 你刚刚讲到川伯 毛起来现在绿营 所有的炮火往他身上砸 是不是因为他就是最强劲 最能胜选的强劲对手 当然一定是啊 而且我个人认为 我觉得川伯是有点意愿 为什么 因为昨天那个庙是在新北市 川伯他现在是台北市副市长 如果他对于新北完全没有意愿 他不会来参加昨天这个活动 所以第一个他有意愿 那他有意愿 他民调就最高 那当然我觉得 他的机会就又最大 所以像那个清华城案 现在民进党一直在打 打蒋王安 打李斯川 说你们没有魄力 你们为什么不敢停工 但是问题是 现在川伯他的高度 他是要考虑到整个城市的发展 你现在停工 变成一个烂尾楼 第一真的是最好吗 有没有可能别的方法 来让可以兼顾到这个城市发展 第二个是要与法有据 你贸然给他停工 那万一最后 法律不是他想的这样 他会公务人员会被告 台北市政府会被打国赔 所以常常就这样 越骂把声势越骂上去 你看那个大巨蛋 大巨蛋草皮被破坏 也是川伯的 也骂川伯啊 所以川伯现在话题很多 昨天我站在他后面接受访问 他还在解释啊 他说那个草皮是因为要梳理 梳理之后就会有人 有石头嘛 到时候就会下去了 不过我觉得川伯他回答很从容 就是人家怎么问他 以他过去的经验 都是可以回答得很好 而且很专业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帮他加分 今天大家等着看 基隆市长谢国良 拆良行动失败之后 接下来会不会是另外一场 大罢免潮抓交替 大乱斗的开始呢 首先我们先讲谢国良 谢国良在这一次罢免战役中 有没有得到一点教训 有没有得到一点成果 有没有得到一点收获 都有 当然有 为什么我就举一个例子嘛 过去呢我曾经在节路上 多次批评他嘛 他当成不开心了 资料不要给雨萱 但是后来呢 有没有改变 有 而且就算他现在已经获胜了 他有没有再改变 有 所以代表谢国良这个政治人物 光是这一次的罢免选举之面 至少让他改变了过去的自己 更上一层楼 他在国民党里面的能量不一样 所以他说除非有特殊状况 不希望再有任意罢免 他讲这句话也没有落水哦 我甚至刚刚去跟我们讲的 这种比较泛律的朋友同台 他们也说觉得谢国良 在我们讲的胜选之夜 讲的还不错 这是第一件事情 但第二件事情说大罢免潮 究竟会不会有来 我跟各位讲 民进党是不会放弃的 可能力道没有来得那么强 但是绝对不会放弃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即便这个第一场 摊头保 对不对 已经输了嘛 但后续在2月1号的时候 你要仔细注意到这个观点 现在所有的主战场位在哪里 通通都是在立法院 你现在还挑不到显而易见的标的 对不对 但难保 因为所有国民党的立委 在立法院 只要一旦冲突 都必须要求表现 一旦求表现 很有可能就会变成 针锋相对的焦点 所以这个时候 到时候我们再来讨论 到底大罢免潮 是不是这个主战会端上桌 丽云横袖罢不掉你 他也知道罢不掉你 但是他一定会抓几个下来 杀鸡警喉 好让自己变成国会最大党 第一个啦 他能不能成为国会最大党 我觉得这个目标有点远 因为你如果以51票52票来讲的话 他想要过半至少拿57票 所以换言之 他最少保底要罢掉六席 而且选赢六席 但你想想看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因为现在距离立委任期 等到他可以罢免的时候 大概只剩两年左右 这两年他有没有办法 相对应的资源 确保说我一定要罢掉六席 或者是他罢掉六席的时候 搞不好都已经要改选了 所以我觉得 你所谓的 要拿下国会过半 这并不是真的 但是打击国民党事迹 甚至借由罢免潮来 赢得2026胜选 2028的胜选做铺层 这个才是比较实在的问题 再来第二件事情 如果罢粮成功的话 那遍地开挖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动能强 动能强变成说 我在台北我可以找徐晓鑫 我在新北我可以找叶元芝 我在台中我可以找罢听伟 甚至是我随便 反正我想找的例如 我可以同时去推动 为什么 那说的是一个小子 就是说我现在有这个硬的小子 全台湾全没人都走出来 都去来投票 但是你如果没有那个事的话 你就变成只能干嘛 重点打击 单点突破才能炸弹开花 所以现在他们认为 国民党反而是 很有可能几个仇恨值 特别高的人 会被点名一一列葬 会不会直接进攻 不会 但绝对会小事水温 我试着 试着慢慢淫欲 慢慢推动 如果给我逮捞破口 能够发展的话 我再来把罢免 掀上台面 你怎么专挑卢妈卢秀燕的子弟兵呢 你要讲挑卢妈的子弟兵 这也有可能 你要讲说刚好这些人比较耀眼 也有可能 为什么这样 第一个 叶元兹这跟卢妈的关系最远 我一个一个输给你听 叶元兹呢 大家为什么想要罢免他 因为一句话 就一句话 市值挑软的吃 要罢要罢叶元兹 就因为这句话很好笑 朗朗上口 而且叶元兹对于民进党选民的 亲和性比较高 什么意思 我常常看到叶元兹啊 整天就上这些我们讲有台的节目嘛 所以对他们讲 比较认识这个人 诶 俊阳哥不要误会 罢免仰赖是什么动员 仇恨动员 你如果不认识一个人 你要怎么恨他 所以你好歹要先认识他嘛 但是就是我讲的这个重点 他如果是仇恨动员的话 我认为一人是被罢的可能性 不高 顶多就噱头讨论讨论 再来第二个 这个关系呢稍微靠近一点 许晓星跟卢妈 他也不算卢妈的人 只算是高度友好 但晓星被罢免这件事情呢 从他Day1选上之后就开始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跟民进党 进行高张力的强度对决嘛 所以你如果看说 哎呀像吴思雅 是不是也被列为说 可能会罢免的名单 为什么 因为吴赖尔也是这种 高张力的强度对决 所以许晓星很有可能 会变成仇恨动员的一个主要目标 但是与此同时 晓星已经放话了嘛 说如果你要来跟我仇恨动员 我同时我也会把我 所有请进全朝之力 洪荒之力把我所有人动出来 就是他不打忍战 但这两个人 就真的跟如妈高度相关 一个叫做罗听伟 一个叫做廖伟翔 坦白说廖伟翔的几率 我绝对相对来的低 因为毕竟呢 他的仇恨子 大家都已经忘记为什么恨他了 我来提醒给大家 民进党说要罢免他的理由 就是他跟沈柏洋那个恩怨 在台上他被沈柏洋押嘛 然后把他推下去嘛 就这件事情而已 但是罗听伟就不同了 罗听伟为什么会被罢免 为什么人家想罢免他 其实最主要的理由 他得要关他自己 他得要问他自己 在国民党的选票 在国民党应该要投票的时候 程序委员会还记得吗 他没有举手 戴个口罩低调 所以现在对于民进党来讲 反而不是最容易罢的 而是因为国民党最不想支持 可能国民党最伤心 最受伤的这个阶段 反而是说 如果一旦热战起来的话 罗听伟的基本盘会比较薄弱 但最后俊强跟刚才问到一个 起初点最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好像都跟卢秀文有关 当然要挑跟卢秀文有关 因为今天一旦把这些 所谓的卢秀立委 给罢免掉任何一席 对于卢秀文来讲 那都是什么 世民 对于卢秀文来讲 那都是什么 对于他2028想要选总统之路上 垫下的非常大的绊脚石 所以这是一件去说 我拚什么 现在民进党的车语叫做引额不发 罗听伟 黄建豪 廖伟祥 这个叫四小福 其中英俊阿姨小福没选上 我先看不然 我东西先穿好 我罢免书先弄好 我请问一下他有没有一定要递 没有 也不一定 你想想看谢国良那时候 光罢免书就搞很久了 最后投票开出来也是不错 反正我先垫着 因为如果我今天罢输了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倒霉 卢秀人生事大长 生事大王 我保得住罗廷伟 我保得住廖伟祥 我保得住徐晓星 对不对 那代表我是一个 我们讲的A咖 S1的咖 对不对 但是如果罢不掉 也会有麻烦 但是他们就想要借此 当然是针对谁而来 卢秀人而来 所以你仔细看 卢秀人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反而不是说铺陈我2028的选举 先把这些小鸡的性命给顾好 否则他叫什么 叫母鸡嘛 他叫什么 他叫妈妈市长 如果连小孩都顾不好 这个妈妈还要怎么当 为什么会说 放眼2026 更要瞄准2028 观众朋友 今天拆粮失败 也难打后面滔滔江水班的 大罢免朝妈 袁君你怎么看 这一段画面太有意思了 卢秀燕到基隆去顾粮 结果现在第一批被锁定的 居然就是卢妈的子弟兵 你怎么看 第一个我觉得罢粮的结果 不会影响到大罢免朝 要不要推动 我认为就是会推动 因为他们就是要搞政治斗争 他们会觉得说 反正输了一次没关系 我下一次不见会输 所以他一定会推 可是我觉得这个动机 是非常不纯正的 因为一般罢免是说 投给你的人觉得你做不好 要把你收回权利 这叫罢免 可是为什么他们要针对 台中这几个立委 其实台中这几个立委 表现得很好 我的同事 不管在提案上面 咨询上面 监督政府 都表现得很好 为什么你要罢免他 只有一个原因 瞄准卢秀燕 那为什么瞄准卢秀燕 因为卢秀燕是 国民党可能的 2028的总统人选 所以他要透过罢免这几个立委的过程当中 去伤害卢秀燕 那我们的罢免制度可以这样子乱搞吗 这是我觉得是最悲惨的地方 然后而且 谢国梁这个案子 其实事实证明 我们的台湾人民是不接受这样随便乱罢的结果 因为我们昨天的投票的票数 看得出来嘛 谢国梁大概8万多票支持嘛 然后反对他的 反对就同意罢免大概7万票 这个就跟2022年那个时候的市长选举的票数结构差不多 就是那个时候支持谢国梁的大概就不同意罢免 没有投给罢免 谢国梁的就是来投罢免 所以我们现在罢免制度变成怎样 变成选输的人寻求翻盘的工具吗 那问题是结果没有变 但是过程其实对基隆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 你底的危险名单里面 你要怎么面对这个一定排山倒海而来的罢免潮 我第一个我们不会因为说人家罢免我们 改变我们的问政风格 因为他们现在就一直威胁我们就说 你监督太厉害 或者是你讲什么不利民进党 他们就要罢免我们 我们不会受到他们的威胁 我们该做什么还是会做 那我们也做好就是因应这个罢免的准备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罢免很不正当 是因为是民进党发动的 那国民党也要罢免他们 你不能够讲说 全部都是国民党立委被民进党罢免 那民进党立委就在那边看好戏剧好 不是 如果民进党你要搞到民主这么混乱的话 那就会大罢免潮 不会只有国民党被罢 一定有民进党立委被罢 那不就是抓交替的概念 对 而且到时候会变成说一个 真正的好像再一次的大选 那我们就诉求民众嘛 问大家说大家接不接受这种 一罢而罢的恶罢 然后把台湾搞得这么的分裂 这么的仇恨 而且民进党还是当家者 他是执政党 没有看过执政党要搞乱社会的 我觉得我们就要把这个理念 诉求给一般的民众 让他们来做一个更明智的抉择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篇 挖真相 大量的关系 给我添加 小云 我为我 忍若 不能 如果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